今年4月,国家市场监督总局公布了2018年第一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抽检情况。 通告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婴幼儿配方食品检验合格率高达99%,9%,创下历史性高,多个奶粉品牌。 除非和美赞成等婴幼儿奶粉大牌,在连续多次的抽检中都合格。 然而,在不到三个月后,国家市场监督总局今日公布了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情况。 公告表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多美资、圣元、赛元、毅力,被英美共五个婴幼儿奶粉品牌,又加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婴幼儿配方, 如粉生产许可条件保持情况、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等,进行了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这五个品牌的生产许可条件保持、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情况。 这次生产规范体系检查非常细致,从对国标的执行情况、产品储存要求、到原料存放条件、各别设备的维持情况等,都有涉及。 例如在对黑龙江飞银美乳液有限公司的检查情况的函中就写道, 开购的DHA导游本币号, 170509-DPTG02-JBY-171-209-01, 标签名是执行标准, UWCA0006S品种类别为其他食品, 与你公司有关材料要求不一致, 不符合GB148-812013中第7, 3.1条款关于采购食品添加剂应当查验供过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的要求, 而在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的检查情况的函中写道, 前处理这些内容奶汤操作肩排风闪过滤网右下角破损, 为及时检修,除此以外, 还有部分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在位, 特别项目解烟能力不足等三项安全生产缺险, 看到这里, 网妈们可能会问, 既然发现了这么多安全生产缺险, 为什么之前国家还公布说, 婴儿配方奶粉和合格率高达99%呢?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用幼儿奶粉的质量, 又再一次又突出的问题呢? 事实上, 生产规范大检查, 是就好比人的体检, 每一家经过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的奶粉企业, 有或多或少存在瑕疵或问题, 生产企业只要足够重视, 即使对瑕疵或问题进行整改, 就可以避免生产安全问题的发生, 根据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信息, 目前, 被检查过的企业已经按照规定, 对被检查发现的情况, 完成了整改工作, 据悉, 人事要监总局在去年曾经表示, 将继续加强婴儿配方乳粉的监管和检查, 计划在2018年内完成, 对全国婴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的 食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工作, 因此, 接下来可能会公布更多并儿乳粉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结果, 而宝妈们也不必对检查的结果过于担心, 只要生产企业及时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整改和纠正, 就可以避免生产安置疑企业的发生。 下面附上这次总局公布的详细检查结果, 供各位宝妈详细阅读,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